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為2007年戰陰的第三人稱射擊遊戲續作 這次加入了前作沒有的單人巨型模式 導入了建造與戰鬥的系統 除了使用槍枝薄火之外 也能駕駛多種載具來參與人數高達32名的線上對戰 加上全中文化的內容 喜歡射擊遊戲的玩家還等什麼呢? 新機戰陰為第三人稱射擊遊戲 並且有著不小的開放世界地圖 角色、建築物與載具的建模與貼圖都十分的漂亮 水泥牆山的裂縫或是油漆坡露的感覺都有呈現出來 在受到損傷之後建築物也會逐漸的損壞 載具揚起的煙塵或是爆炸的火花 各種特效也達到令人滿意的水準 雖然地圖場景的表現較不突出 但以開放世界的遊戲來說並不會讓人覺得是缺點 帶著荒野風格的配樂以及各種載具武器炮火爆炸音效 大膽地滿足玩家的耳朵 召喚建築物的空降聲 以及戰衣從附近呼吸而過的音爆聲響也讓人印象深刻 主要角色的配音流向生動 相較之下一些台詞較少的角色配音就顯得像在面膏 而主角的好夥伴卡特不時的在戰鬥中提示或呼喊 也讓戰鬥臨場感增加不少 遊戲除了瞄準、射擊、近戰以及丟止手的彈等等常見的射擊遊戲玩法之外 這次加入的建造系統 讓玩家在戰場上能隨時呼叫空頭建築物 不管是提供無限量火箭筒的補給碉堡 甚至是能建造系列作代表飛行載具《戰衣》的飛行平台 只要能源足夠 一聲令下就能看到建築物從天而降 並以磅礡的氣勢瞬間蓋好 在遭遇多數敵人猛烈攻擊時 可以立即使用城牆來阻擋炮火 或是建構多個自動砲台來攻擊敵人 這樣高機動性的玩法 爛星際戰衣走出的射擊遊戲就只是單調了考驗玩家準度 找人頭射擊的局限 單人劇情長度不長且戰力不高 關卡設計無特殊之處 大部分的戰鬥玩家都屬於被動狀態 需要佈置好防禦機構來比擋即將到來的敵人 平淡的表現無法讓玩家對即將來到的戰鬥有期待感 整體的感覺較像是各種建築物的教學模式 如果能夠多設計一些進攻敵人領地的巨型 且敵人防禦措施不會在那樣的空洞 需要玩家思考搭配進攻方式 也許會讓單人模式更加的有趣喔 在單人模式熟悉各種建築物的特性 已經將戰陰空中戰鬥的方式上手之後 就能加入多人連線對戰或是合作囉 多人對戰部分提供了場期、領地以及死鬥模式 而戰鬥中能召喚的建築物也會依照遊戲設定來限制 通常在能召喚戰陰的遊戲中 幾乎所有玩家都會開著戰陰在空中交戰 這時在地面開著坦克或是拿著狙擊槍埋伏 就顯得非常無用 如果不熟悉空衣操作或是玩膩的話 可以選擇沒有空中戰的遊戲 便可玩到利用成槍阻擋敵人路線 並在旁邊偷架砲台攻擊 或是開著坦克車埋伏在敵人基地 搭配維修手臂的多樣玩法 合作模式則允許與另外三名好友 一同抵禦不斷來襲的敵人 玩家需要利用各種措施 來阻擋敵人攻擊裂縫萃取器 好友兼彼此要事先溝通 誰要蓋砲台 誰要先保存能量 等到足夠的時候 召喚強大火力的坦克 不過雖然合作模式也很好玩 但無法與線上其他玩家連線 只能在好友名單中找人 真是十分的不方便 當然模式叫單調無味 不過線上模式的多樣玩法則完全掩蓋掉整項缺點 載具、武器與建築物的數量眾多 每個玩家都能玩出屬於自己拿手的作戰方式 不過也因為戰鬥方式太多變 新手上路時也許會常常不知道現在該做什麼 或是被殺得像無頭蒼蠅 但只要玩個機場熟悉節奏之後 便會一頭載進去星際戰役的世界裡喔 這次的聲音 燈的聲音 folk不 comb competing 物質疱ked